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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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看到了女人的殿堂 老梁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怎麼了嗎 你這樣往右邊 一望過去就覺得 老胃真的從小就老胃蛋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奇怪了 有一個巴西人 他明明24歲 看起來像42歲 對 奇怪 他一定每天要穿一個圓領毛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懂 那明明是爸爸在穿的 然後他因為要穿那個過時的皮鞋 對 他穿牛仔褲也穿皮鞋 穿西裝褲也穿皮鞋 穿運動褲也穿皮鞋 就是只有那一雙球鞋 而且還有一個日本人 三十幾歲 看起來已經 因為用量過大 用太多了 真的 但是喔 這兩個我都還可以理解 有一個人我真的不解 他已經長成這樣了 為什麼看起來還像16歲 謝謝 原來我像16歲 但是這個人喔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哪裡 就是說喔 他看起來像16歲 那我們趕快要來介紹啦 他們自己說呢 看電影被問學生證啦 去夜店也要秀證件 已經被問到很煩了 頂著一張娃娃臉 行遍天下 你相信嗎 歡迎三位台灣的代表團 歡迎三位 歡迎 不好意思 我們有一位新加坡的代表團 對 黃靖倫是新加坡人 好啦 半個台灣人 OK啦 肯定講得沒錯 而且他出來還帶監護人喔 不然他這樣沒辦法出來 真的嗎 他把監護人一定要跟著 因為他太娃娃臉了 他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我們等一下再來問他幾歲 對 我們看你們要裝小到什麼時候 當然新男呢 長得一張大叔臉啊 卻都是小屁孩 歡迎我們聯合國的代表 歡迎 大媽 頒獎 如話說親友是談前傷感情 但是只要是地球人 談年紀都會傷友情 為何外國人總是看起來 比17年齡大很多 而今天來的新男們 更是真實年紀 會跌破大家眼鏡的一群喔 一直坐穩了 馬上進入今天超勁爆的節目囉 黃靖倫你是幾歲 現在就要公布了嘛 還想叫他們猜一下 要猜一下是不是 猜一下 你們看覺得他幾歲呢 21 21 21歲 來 韋嘉德覺得黃靖倫21歲 賈斯汀呢 28 28 保諾呢 賓諾 對不起 賓諾 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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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妳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28歲吧 28 那費丹尼 伯伯呢 伯伯 我覺得跟我差不多 那很老耶 42啊 沒有了啦 我覺得25差不多 25差不多 因為我適合居住在國外 是不是 真的 你如果在新加坡 大家會覺得你幾歲 跟實際年齡應該差4 5歲這樣子 也是大概27 28這樣 所以你實際年齡 33 33 33 你這樣子費丹尼還活得下去嗎 那我們這邊也要來做一個統計 那節目中哪一位型男 真實的年紀跟外表真的差很多 差到你很訝異的 來 我們請你們寫出白板 你們覺得誰的年紀跟他的長相 差最多 所以常常有人覺得 不知道你33歲吧 很難有人猜中我的年齡 OK 都會往下猜 那我也樂在其中 開心了喔 對 維加德寫杜立 然後夢多也寫杜立跟法比歐 假設你寫Sasha 然後費丹尼寫法比 你怎麼不寫自己 沒有了 我這麼可以寫 他們就是寫一些不在場的人 你知道嗎 對 他比較好反 他們就是背後講人家壞話的小人 我還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你們一直覺得我是很老 我就是本來 我皮膚好好而已好不好 皮膚好但是腦袋不好 對 腦袋也很好 真的 黃靖倫 你知道費丹尼幾歲嗎 剛剛不是說24 其實從皮膚看得出 他應該是這裡面最年輕 對啊 你看 等一下 停 費丹尼 如果從不要看臉看穿著呢 看穿著 你把白板拿起來遮住你的臉 白板拿起來 這個在電影上看大概是90年代初 或是80年代尾的那種穿著 溫拿五虎的穿著 哪有 而且我覺得問他五虎的 因為60歲 他穿得比你年輕 有嗎 而且他挑的色系比較暗 比哥算得很年輕吧 比哥 好跳碰 我們是注意要強熟一點嘛 對 你寫的是 我說杜莉 因為有一次我被他嚇到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在錄節目的時候 聊天年齡 然後發現杜莉跟六月姐 是一樣的年輕 然後 六月姐我知道她是亞洲人 所以看起來很年輕是在理所 當然不過的一件事 但是杜莉是美國人嘛對不對 那他看起來對我來說 大概25、26歲 可是我們真的說 你覺得他25、26 哪有啊 杜莉 怎麼可能 沒有 因為他胖了 你們不要 不是 沒有 沒有 這陳述是一個人稍微胖一點 他的皮膚也會鬆、夸夸 但是他不是很老 如果他瘦起來 我覺得他的皮膚跟非得你有的比 真的啊 所以我也是說杜莉啊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他比我年紀小 因為他胖嘛 所以他就是臉比較 真的很壞 看起來沒有看不到皺紋 對 就是那個皮膚QQ的樣子 而且很多黑人是因為皮膚會乾 在我們那邊 所以每天都要擦那個乳衣 他們也保養得很好 對 但是我覺得是 發表真的是比較誇張 因為我剛剛發表是認識這一久嘛 他就是 說真的 他第一天來台灣就認識 然後呢 那是差不多四年前 跟現在一模一樣 他來上我們節目的時候的 那一天的年紀是 24歲 也就是說他現在才二十六歲 他二十六歲 對 他才二十六 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們大家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知道 說我也嚇一跳 他都不保養喔 對 而且華比歐加入你們公司 其實你不是很開心 其實對 因為那個你知道嗎 連我們的親戚人說 今天那個從那個畫過來 就很帥 很帥 拜託 我那個時候我在試鏡 我準備看那個腳本 沒有人理由耶 一看到發表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他聊天 很親切對不對 對 你覺得早上又跟你一樣 看起來這麼兇勞的人 沒有了 我覺得他比我老 他比我老多了 可是他那個時候就說 你幾歲 他跟我講 他那個時候二十三嘛 二十三、二十四 我就嚇到了 因為怎麼可能 你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可是他真的看起來 你二十四、二十四 非丹尼兩年前二十二 對啊 真的很多喔 而且你有什麼 而且你有什麼立場講法表嗎 我在講法表的故事啦 你不要問我的故事好不好 他兩年前二十二歲 你是不是會很想口吐白沫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請問一下 六個行男們 請問你們在其他的國家 有沒有被人家誤認過年紀 就比如說你現在三十 別人覺得你二十 或是你三十 別人覺得你四十 有的話請舉圈 沒有的話請舉叉 冰諾有嗎 都有 那個李能歡 李能歡你拿起來的時候 是非常的 請問我們方便問一下 你現在幾歲嗎 我三十四 什麼 你幹嘛 徐小哥你尊重一下 我的心能可以嗎 想要學哭 尊重 什麼聲音啊 有什麼問題嗎 對於李徐懷真的嗎 來 徐小哥你本來覺得他幾歲 不好講 我說五十 他本來覺得你比三十幾 再多長幾歲而已 多一點 好 沒問題 我跟你家沒差多少 我 怎麼會很正見 但是你這個護照上面的照片 其實是比較年輕的耶 這個是前幾個 前兩個月照的照片 前兩個月拍的 對 沒有 他的直徑壓力比較大 你這個兩個月發生什麼事啊 沒有 就是未來的 他會被回來的 我 李能歡不好意思 我覺得是不是你穿衣服的問題 對啊 可能是吧 可能是我穿衣服的 你如果把那個圍巾拿下來 會不會好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好了 你要我把圍巾拿下來嗎 對 好 可以方便讓行男們互換一下衣服嗎 好 我想要讓 不好吧 誰要跟費丹尼換 不 我的衣服好可好不好 我完全只是希望賈斯丁跟李能歡 可以換一下衣服而已 好 可以嗎 對 費丹尼 你是被人家誤會年紀太大吧 因為不是每個人看著我很老這樣子 對 但是應該沒有人猜說你二十歲吧 沒有 全部都猜你年紀比你比較大對不對 對 那你還不檢討自己 因為... 這個很難講 沒有,是有的人他們會說 我看起來至少二十八歲 可是我現在是二十四歲 可是為什麼他們是這樣子跟我講 是因為我看起來比較成熟 我的臉就是本來就是比較成熟 而且如果我留鬍子的話 哇塞 你有留過鬍子嗎 你有留過鬍子嗎 有啊 有啊 之前就那個... 很容易一點點 一點點 可是... 你說那個八字...八字活算了吧 那還是算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就看到我留鬍子 他們覺得我至少三十三歲啊 三十歲,我真的看得出來 三十三歲,不行吧 有時候真的是你穿衣服的關係 來,賓諾你被認為是幾歲 我常常說... 書經的時候呢 他們都才... 二十八、二十七 可是... 那你實際... 我已經三十四歲 賓諾其實長得跟一個台灣藝人 滿像的 明道 他剛剛有講 對不對 你長得跟... 有人說你長得像明道嗎 你知道他嗎 很多人有說過 對 碧諾還要聊嗎 喂... 而且他舉圈呢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上個月的事情 被認出... 被覺得是四十五歲 喂,不是耶 花智你知道嗎 因為你去... 我去美國嘛,對不對 是 然後去美國 去哪裡就是需要ID對不對 然後就我去酒吧 然後就是拿我的護照給他 Oh,真的嗎 You... 1980 Oh,You look like a high school student 什麼東西 他說,你是1980的嗎 會有人講one night嗎 1980 1980 所以... 1980 那,韋傑德跟他講 外國人講1980會怎麼講 1980 1980 OK 所以... 大家很驚訝,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起來像中學學生 所以大家... 哇,你看起來很年輕 我知道 後面已經換了衣服 讓我們的壞女一下 1980 好了嗎 對 有摔有摔 有摔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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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你先走個台步 好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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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ne,這個很適合你喔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好適合喔 真的 會不會覺得他們兩個換完衣服 就比較好 有負福的作用 而且年齡很多耶 小鮮歲... 穿這樣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人成熟穩重多了 對 不是,不是像小屁孩 而且你看 我穿這樣 什麼 我的天啊 突然喔 驚訝 是不是 是 所以 賈斯汀等到你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會有錢了 對 還有一段時間 是不是 那是不是李南華穿這樣就年輕多了 年輕很多 年輕非常多 很多耶 真的顯得很老嗎 我覺得你們不要換回來了 是嗎 你剛剛坐在那邊 你現在真的像大學生 賈斯汀的爸爸帶他來補學位就對了 他好適合家長 現在像哥哥 對 對不對 對 年輕好多喔 真的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在酒吧裡 你知道嗎 我有個女孩子 問我年紀多少 我問他猜的時候 他告訴我 我那天有鬍子 我的鬍子長得比較長 然後他告訴我 我四十多歲 所以我那天呢 我就把鬍子修回來了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沒有鬍子 傑斯汀穿我的衣服 他會更幫忙他 阿伯,你講什麼 穿你的衣服 你會騙老 阿伯,你講什麼 我說他穿我的衣服 他會更... 真的沒有人想要試穿你的衣服 真的啦 你不相信我 我們任何兩個人穿你的衣服 一定會六十歲多 就是那種 對啊 其實我在美國還好 但是在台灣 要看有沒有鬍子 對 對,鬍子的差別很大 非常大 我之前比較懶惰一天 然後我就留個鬍子 然後我去弄一個手機的東西 那個人問我說 你是不是一個老師 但我那時候是十九歲 他問我是不是英文老師 他說我看起來幾歲 他說 想說天啊,怎麼那麼大 然後我就回去刮鬍子嘛 隔天,我去買菜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阿姨 他說 你很長,你幾歲了 我說,你猜啊 他說 應該高中算吧 這樣被噴耶 張實話被噴了 張實話被噴了 張實話有點過囉 但是如果賈斯汀穿今天這個衣服 的確很像英文老師 對 而且你的問題不在鬍子 你的問題在你的行為舉止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小一直都有一副 走過江湖的樣子 然後真的 好,我想請問一下 兩位美女跟這一位帥哥 你們猜一猜我多大 50 太可可了 沒有啦 我很怕傷到你耶 沒關係,我不會被傷 他不會 我無所謂 少說45 他會叫我姐 45,那小可呢 37 37 黃靖倫 他其實還有一點點志氣在 他應該跟我差不多 32、33,對 但他本身在大學也是擔任教授 所以來 我現在這個心理年齡75歲 可是我真的年齡大概30歲 對 30歲 所以你就是30歲 對,30歲 你才30啊 我自15歲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你30歲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你知道入學的時候17歲 17歲的時候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那個跟朋友一起去夜店 然後他們跟我說17歲 不是你啊 不然10歲 我覺得是義大利人的問題 真的嗎 對,因為你看吳之龍 他也是穿得很正式 對耶 吳之龍也穿西裝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等一下,你說法國人也是同樣的意思嗎 因為其實法比歐第一次來上節目 也是穿西裝 就是時穿這樣子的樣子 是一種對節目尊重的方式 我們很謝謝你們對我們節目的尊重 但我們希望你們年輕一點可以嗎 而且他多尊重我們這個節目 他還自備花勸 我覺得外國人有點很吃虧 就是他們真的是老著在放 像前一陣子 我們跟Julie姐一起去玩那個密室脫逃 那你知道那地方都昏昏暗暗的嘛 然後他女兒剛好那時候放暑假 就帶他的朋友回來 那遠遠的就看到一群學生 然後Julie姐掺杂在裡面 然後打扮得很輕鬆 也都很像同學 可是你就 然後我也不太好意思就是跟... 因為那時候不熟 而且是外國人 所以你也不敢跟他多打聲招呼 就只是點點頭微笑 後來就發現 他怎麼跟Julie姐沒有什麼聊 因為照理說 如果他是家長的話 他應該會跟Julie姐聊得比較來 因為都是家長 可是他就跟他女兒他們都玩在一起 聊在一起 後來我就是疑問之下 用中文問他女兒之後 他女兒才跟我們講說 沒有 那是他的同學們 我說同學們嗎 就是包括那一位嗎 他說對 我說我差點要叫他叔叔 就真的很失禮 這個... 我有時候看到你們小說的照片 我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像台灣十六七歲 我們就會有十六七歲的樣子 可是國外的十六七歲 是穿著大禮服 然後吹那個頭髮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那個高中時候的樣子 誰 我的 你那時候 我十六歲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張是十五歲的時候 這個 就是我們真的看... 十六歲 這根本就是小孩 這一定會被他們認為 大概是國小的時候 大概十六歲 可是我們十幾歲是長這樣 然後穿著衣服也像小孩 但你們國外的好像不是這樣 十六歲不可能穿這樣 不可能 八十女生 十六歲的時候 已經穿比基尼 什麼衣服都很短 對啊 可是... 可是劉怡 你怎麼講到這一段笑成這樣 好講啊 因為你們台灣女生好像小孩子 對啊 八十女生已經穿這麼辣 對啊 八十女生 我上一次去美國 這都誇張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 我們去美國嘛 然後Durie帶我去那個 看球賽 是 籃球 足球 然後想說不錯喔 你講籃球其實我們聽得懂 不用愛附送英文 對不起 OK... 籃球賽嘛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那邊很多就是黑人 然後真的看不去 然後就算很大吃喔 很賺 南山地上都很賺 圖片這樣子 對 是他們 我以為是他們年紀跟我差不多 結果他們是在 十五歲 十六歲 十四歲 十四五歲這樣子而已啦 那是... 小朋友而已 真的 義大利的十四歲 十五歲也是這樣嗎 我們不要說義大利的十四歲 我想要講一下小可的話 如果你在義大利 然後一樣你是就是 從事演藝工作的話 二十五歲不到 但是我不是在... 沒有 還欺個屁耶 不是 不是 沒有 我說真的啊 我覺得六月啊跟小可啊 這種類型 真的是要看鏡 你很不禮貌喔 不是 跳過一個喔 有感學到直接跳過耶 今天是有三大利的 你不能因為我說 不是 你不能因為我說你四十五 你就這樣喔 不...我還沒有講完 我等一下會講到你 對不對 是嗎 對... 我現在抽象好了 現在拜故事了 就想六月啊跟小可 他們... 小可 其實我覺得跟基因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說 你再怎麼保養 還是沒有辦法保養成這麼好 那我就在說 朱莉姐 你真的很美 對... 藍姐 藍姐 等一下 誰是朱莉姐 好 你是嫁給楊凡 凡哥 不是...我還沒有講到她喔 像...你沒講到她是講朱莉姐 你講朱莉姐 對... 還沒有她 然後再翻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從... 我還沒有講到她的時候 後面已經是天亮 對... 好 等一下就變美耶 好 反正朱莉姐說 在保養這一塊 我們肯定輸給你們 是... 對 還沒講到皓然姐 沒有 因為她一直有 那麼兇狠的眼神看著我 我害怕 我沒有兇狠 她是慈母 來 你說 沒有 我覺得說真的不簡單 因為如果妳在意 我所證的我不知道妳幾歲 可是如果妳在意那裡的話 可能真的 妳一定看起來是比妳實際年紀輕啊 當然 因為我比較早生 所以我兒子今年二十了 那我永遠跟他出去 人家都會認為我是他姐姐 所以相對的就會變成說 我老公生了三個孩子 可是妳老公看起來是比較有年紀 跟費丹尼差不多 對不對 對啊 老著放... 穿著也差不多 那妳在學校的時候呢 我在學校啊 就是妳如果去接 妳小孩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因為其實在台灣 大家都認得我們是誰啦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 妳去參加家長活的時候 妳難免會認錯 因為大部分台灣的一些婦女 其實不是那麼重視保養 我記得我兒子去開家長會 就一個媽媽就很開心 跑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她就問我說 妳幾歲 然後我就跟她講 我說我是六年級生 她就馬上跟我說 她也是六年級生 那我想說 既然都是六年級生 我們應該差不多 我就跟她說 那我們兩個差不多年紀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妳是六幾 我說我六十一的 然後我馬上問說 妳幾歲 妳六幾的 她就臉色有點變 就說我六十九的 就一個是在前面 前段翻譯一個在後段吧 可是這就差了多少 差了八歲 那我就發現 她講完她是六九的時候 我就發現她臉有一點點 不是這麼開心 那女兒跟人家同學 你總是要講好嗎 那個臉有多不開心 就像我們講 費丹尼的毛衣 費丹尼的臉 都是費丹尼 但是費丹尼我想要請問一下 如果我在巴西的話 會看起來像幾歲 你嗎 我覺得很年輕 很年輕 人家看到你說 非常年輕 人家在那邊 他那邊的路上 看到你說 你爸爸媽媽在哪裡 要不要打那個警察啦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 如果你在巴西的話 你看起來非常的年輕 因為你三十... 三十九嘛 四十 四十哦 四十 好,你... 你在掛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禮貌啊 沒有 你四十 如果我比起來 我放你在這邊 然後把一個巴西四十... 四十歲的女生分在... 兩個放在一起 差很多 會不會是因為巴西的女生 太早熟了 所以到後面就衰老得很快 我是覺得 對 對 因為他十六歲就穿比基尼啦 手透了 老實講啊 因為我們巴西人 我們比較喜歡晒太陽啊 就是在外面出去玩 你們台灣女生比較... 會保護自己的皮膚啊 就... 對... 美白 所以真的... 到底差好多 因為我們對年齡的概念 跟你們不一樣 我們不會看皮膚 也不會看中文 不會看這些 我們看著眼神 我是說真的 為什麼六月看起來未滿十一歲 因為你看他的眼睛 他好像是小朋友的樣子 但是這個不是負面的意思 就是很當純這樣子 可是比如說侯仁姐 他給我一個很溫暖的工具 其實會的 因為六月小孩很小嘛 那因為我兒子已經二十了 所以你戴了一個孩子 戴了二十年 你眼神還是會散發出 你有一個二十歲而已 有一些人小孩只有一歲 那眼神看起來 也是這麼的年輕嗎 不是 他小孩只有一歲 小孩剛剛出生啊 一個月啊 一個月 他的眼神看起來 應該只有換散吧 義大利的話 三十...七 三十七 小梁哥是要 你不要說放四頭好不好 我老實講的 我老實講的 為什麼 怎麼可能 就這樣子嘛 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他的臉就是 好像無序無的臉 你... 他怎麼會 叫成這樣 看不出人家年紀嗎 會 但是我們美國那邊 也不會那麼生氣 如果那個人是已經成人 已經過了可能二十一歲 還是十八歲 然後你跟他講 你看起來很年輕 他就會很開心 但是如果他是還沒 還沒滿十八歲 你跟他說 你看起來他年紀 他說 不是 我快十八歲了 我要當大人 他才會生氣 沒有說小朋友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他們十六七歲 都穿得很像大鞋一樣 對 他想要趕快的長大 然後這個也會出一些狀況 像之前我一個朋友 我們在酒吧 在美國 然後酒吧是 如果你還沒滿 你還沒滿二十一歲 你就不能喝酒 然後你還是可以進去 如果你還沒滿 但是他會給你那個手腕 就是寫說 你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 不能賣酒給你 對 但是通常你看這個人會覺得 他要帶這個 也有進來 他應該就是十八歲 到可能二十歲的中間 然後我朋友就喜歡上這個女生 他就過去開始跟他聊天 就跟他們聊得來 覺得還不錯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想說 那我就帶他回家 然後那個女生也願意 然後他們就兩個離開了 開車 然後我沒有騙你 不到三十分鐘 我那個朋友就回來了 一副很難過的臉 我說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剛剛在車上了 在開車要帶那個女生到我家 我就問他說 我看你那個手腕那個東西 你應該還沒滿 二十一歲 他說對啊 他說那你現在幾歲 他說我現在十五歲 超級危險 因為在美國你這樣被抓到 你就可能會被關起來 超級危險 我那個朋友一下 他快到他家一下說 那你家的地址在哪裡 就是他就跟他講說 好 那我們現在過去 那你有賭大學的想法嗎 還是 就是不要吸毒喔 突然間變得很震驚就對了 對 馬上變好 對 夢多你去過這麼多的國家 你看得出來年紀嗎 因為我的那個親戚公司 就是都是外眸比較多嘛 然後那個一個女生 巴西人喔 超級正 身高也差不多一百七十幾 然後該有的地方就有 對 那個線條就很棒 然後他就是他的表情一直 有點你知道嗎 講重點 OK 抱歉 然後呢 因為我是外國人的菜 所以呢 什麼東西 他要你講重點不是講這句 這是重點啦 我是外國人的菜 好 來 夢多 我們想 因為你是唯一的亞洲人 我們問一下其他國家 請問他真的是外國女生的菜嗎 是的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叉 老實講沒關係 蔡偉啊 蔡偉都來了 看吧 我說真的 如果在我們那邊就是那種 完全沒有喜歡他的女生 然後也長得很醜 然後也很渴 很渴 有餓 才會覺得夢多菜 對 所以假設 你的意思是說 玉璇要女生很餓 才會選擇他 很餓 對 可能 可能 能飛的菜 能飛的菜 已經過激了 不是 你嚇得那麼大聲幹嘛 你冷靜 來 菲哥你請問一下 巴西的女生 會喜歡夢多這種的嗎 巴西女生 我跟你講 不許我會小小的 你講清楚了 我講清楚了啦 而且我講清楚了 夢多說那個女生什麼都有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說夢多的臉 這樣就已經寫得我很小了 對 很多人都猜不出年紀 所以我們就請了三位 都沒有來過的新人 我們要請他們出場 讓大家猜說 誰的實際年齡最小 我們現在歡迎這三位特別來賓 為什麼 他們三個走出來看起來像 為什麼 有孩子要低口的 來 我們請羅雅哥先是我介紹一下 下 對啊 我是墨西哥人 但是有很多台灣人覺得我是 印度人 好像 但是不是啊 不是 是墨西哥人 有像 非常地墨西哥人 OK 你來台灣多久了 兩年 兩年 大概以後我是崔佛 他剛剛是用台語介紹耶 是 然後我來自美國的馬賽朱塞 也是美國最聰明的地方 你知道他從哪邊來的嗎 是美國 可是我不知道美國哪裡 南加州 是喔 是喔 好真實 你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 你對那個地方的印象嗎 就是 是喔 嗯... 很保守 很保守 嗯... 曉思丁要翻臉啦 不知道妳是不是這樣 可是知道很保守 是... 多說一點... 就是 屬於 內戰屬於南部的那個 就比較排斥 黑人的 請問一下他們那個地方的人 是屬於比較聰明還笨的 只說就是 這就是我們要 好 YES 什麼 好 請毛特利稍微 給我介紹一下下 我的名字是特利 我從意大利 摩德納來 摩德納是 很小的城市 在意大利北部 你知道嗎 耶 我知道 OK 大家... 大家應該知道 是 Ferrari和Maserati的城市 你現在繼續 我們有很多特別的 汽車 其實同樣都是來自於義大利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兩個人的身高差這麼多 那個... 威傑德 如果你不介意 你可以下來一下下嗎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兩個義大利人的差別 加油 不用怕 站起來 加油 站起來 顛久 還好 我們回到原來的二十多就是 對 其實還好啦 所以兩個都是義大利 其實還好沒有差太多 還好 對 我們猜一下他們三個裡面 誰的年紀最小 是的 最小 請男們 請寫白板 對 雖然我們最喜歡 吹佛的自我介紹 最小的 對 年紀最小 來 我們請皓然姐猜一下 你覺得 三位特別女都猜一下 你覺得誰的年紀最小 皓然姐覺得 一號 這不太好猜 你覺得羅雅哥最小 因為你仔細看他的五官 還是有那麼一點 小朋友的志氣 OK 那小可呢 我覺得以五官來看的話 可能是 有點痘痘先生的感覺 可能是 可能是吹佛 但是呢 但是看整體 我猜毛特利 OK 毛特利 整體你也猜 毛特利 毛特利 因為啊 你看他的鞋子 他的鞋子就是球鞋 我不知道有沒有陷阱 但我看了一看 我覺得是二號 你覺得應該是最年紀 因為三號的那個毛特利 他我是看眼角 他的皺紋比我還多 所以 那第一位的臥蠶又太深 我家的覺得是一號 冰露覺得是一號 賈欣覺得是一號 貝丹覺得是一號 所以我覺得那個 李能歡覺得是二號 夢多覺得是三號 所以一號有四票 其他各一票啦 對 小郎哥覺得 我覺得一號 我覺得三號 因為大家都猜一號嘛 那我們先看一號啦 一號實際的年齡是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歲 你看起來很年輕 可是他看起來很年輕 我剛剛看完答案了 現場有人是答對的 一定有 一定有 每個都有 每個都能選啊 接下來要看哪一位 那三號呢 看三號是不是 三號 有十幾歲的嗎 沒有 三十八 二十九 對啊 OK 但目前還是 二十六嘛 對不對 二十九 有可能中間這個是三十歲 也有可能是十八歲 他十八 但目前是 羅雅各年紀看起來比較小 最小 對不對 就是兩個人比起來 他是比較小的 各位觀眾朋友 羅雅各不可能十幾吧 對啊 來看淬佛啦 你十幾歲長這樣 對啊 沒有啦 沒有一也有二 沒有二也有三 二十二 耶 耶 你 哇 你們都不會看男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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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到 怎麼會這樣 他二十二歲 因為他的 我覺得他反應很寬 我覺得他不太像是 最年輕的人耶 在我那邊讀書的人 高中的時候 我們通常有 班上有一個印度人 然後他也是最年輕的 也是最聰明的 然後所以我看到他 我就想到 你是不是不想承認 麻州是最聰明的地方 因為 好啦 最聰明啦 隨便 因為哈佛跟其他最好的大學 都在那邊嗎 你有讀哈佛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 讀不上去對不對 卡不上去對不對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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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幹嘛那麼生氣啊 不要攻擊自己的同胞 所以大家覺得毛特利看起來 跟他實際年紀比較小嗎 差不多啦 可是我覺得如果二十九歲 他看起來是年輕 因為他感覺上有一種稚氣 對... 加上他今天的服裝 而且他還穿球鞋 他拚到手衣 他比較看起來像二十二歲 真的 你結婚了嗎 他結婚了 外國人都早婚 我只能說恭喜你 我在台灣踢足球 你在台灣踢足球 踢足球 我是最好的守門員 你是守門員喔 最好的守門員 不好意思 我要給那個二號一個建議 你要給他什麼建議啊 一本兩個同意團的 很建議 你聽老輩的話啦 我可以啦 你聽講 我覺得你的衣服你要混加 你聽我的建議喔 我有經驗 你聽我的建議就好 以你失敗的經驗到達 我們謝謝三位 外國人們 謝謝 謝謝... 是不是台灣常說 有些人真的是老一旦喔 對 對 對啊 而且我覺得就是外國人 好像通常對保養這一塊 他們比較不會看得這麼的重 好 我們想要請問一下 六位外國習男們 請問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覺得保養這件事情很重要嗎 你覺得重要的請舉圈 不重要的請舉擦 這麼多人腳這麼老 我覺得很重要 但其實你的皮膚是好啦 你老是老在五官 那都在法 我可以整形 整形 你這樣講 藥油皮 沒有 我覺得他老是老在穿著 對 有可能 我覺得髮型也有 我從來沒有保養過 也不會保養 但是我覺得保養的概念很重要 因為通常我們都不會保養 然後等到太晚才開始保養 像我媽媽 她現在有一個叫做皮膚過乾症 然後她一定要保養 她要求我從台灣 帶很多保養品給她使用 我覺得保養只要做得好 你站出去人家永遠會覺得 你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很多 青春的秘訣就是在心境上 OK 然後保持快樂 因為我是一個年齡層 應該是大約在二十或二一的 所以你就是心智比較幼稚 對 心智就比較幼稚 我做的事也很幼稚 很像宅男這樣子 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很年輕 我看到我同學有說 你們怎麼可以老成這樣子